他艰难地推着小车前行 可出租车的一声喇叭 吓得麦德滚到地上 小车顺着坡道往外溜 来不及犹豫 赶紧爬起来抓住车子 这里是凌晨三点的纽约 一个负债累累的男人 靠着一辆小推车 在路边摆早餐摊来维持生计 点燃炉火 摆上所有面包 早高峰的时间很短 他不能错过每一个顾客 所以每次打包都显得手忙脚乱 一份早餐两块钱 过了九点他就得马不停蹄地收摊 在城管来之前离开繁华的街区 小车是租来的 所以每次用完都要还到仓库里 作为一个与生活抗争的人 除了早餐的生意 麦德也会在晚上卖光盘 每天都会准时来到报刊亭 用一张光盘换一包烟 然后拎着唯一属于自己的煤气罐 乘坐地铁穿越大半个纽约 回到平民区 但他并没有多少休息的时间 不到凌晨两点闹钟就会响起 他又得拎上煤气罐 重复前一天的工作 就像早已制定好的程序一般 一个国家但两人的生活天差地别 汉默不仅有稳定的工作 还在市区新买了一套房子 简单的握手 麦德没有收他的钱 或许正是因为这顿免费的早餐 汉默给了麦德一个装修新房的临时工作 出于同乡的相互照顾 答应的报酬也很丰厚 所以麦德对这份差事格外认真 没过多久汉默认出了他的身份 原来麦德曾是巴基斯坦的知名歌手 汉默一边表示自己是中式歌迷 一边去拿曾经收藏的唱片 但麦德并不想提起那段辉煌 如今的他早已不碰歌曲 只想努力赚钱早点买下那辆手推车 而汉默却异常兴奋 不仅要找关系帮他重回舞台 还要留下他在这里过夜 看到自己曾发行的唱片 麦德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 明早还要出摊 根本不能留下过夜 其实他也曾有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为了妻子 放弃歌手生涯来到美国 一年前妻子去世后 丈母娘把一切过错都怪罪于他 所以每次来看望自己的孩子 都会被丈母娘赶走 因为自己没有带来玩具 报刊亭的售货员变成一个女孩 麦德不能用光盘换烟 所以只能动用自己的存款 简单聊了几句 两人认识了彼此 回去的路上一个脆弱的声音 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是一只被遗弃的小猫 于是麦德把他带回自己的漏室 倒上一碗牛奶 自己才打开一瓶啤酒 小猫的出现给家里带来几分生机 几天后汉默真的脱关系 给麦德介绍了夜总会的老板 虽然两人从未见过面 但听说麦德之前是当红歌手 老板很爽快地答应帮助麦德 想不到的是报刊亭的诺亚 也被邀请来这里 彼此介绍时才知道 他曾经是个西班牙翻译 与前男友分手后 才决定来美国闯一闯 一次简单的应酬并没有改变现状 麦德依然重复着起早出摊的生活 不过从上次以后 倒是和诺亚的距离越来越近 他时不时会拿本音乐杂志到小吃摊 作为回礼 麦德也会送给他一杯热茶 诺亚总是鼓励麦德继续音乐创作 每次来买烟时都会说 这本书里的句子很适合当歌词 还邀请他一起去唱歌 两人在包厢里聊着自己的过往 但麦德已经失去了当年的热情 现在的他 只想努力卖早餐赚钱 早日接回自己的孩子 其实他埋藏心底的音乐梦想并没有磨灭 只是迫于纽约的高压生活 那些唱片也只能跟小猫分享 自从上次在夜总会见面后 汉木对诺亚一见钟情 他总是借着麦德的名义邀请诺亚一起度假 也只有这样才能约到诺亚 三个人的关系很微妙 麦德知道汉木的用意 所以他会主动提出收拾垃圾 给他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虽然多次被利用 但汉木在生活上确实帮了麦德很多忙 不仅结算给他很多工钱 还借给他500块 于是麦德凑够5000买下了那辆手推车 离接回儿子的目标越来越近 同时他也清楚 为了偿还汉木的情意 自己要与诺亚保持距离 所以这天晚上他并没有去报刊亭买宴 生活逐渐好转 闲暇的麦德开始写一些歌词 但这玩小猫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 叫声也特别虚弱 于是在诺亚的陪伴下 他们一起找到兽医 但还是晚了一步 从医生那里才知道 不可以给猫喝牛奶 麦德对自己的无知很自责 而诺亚则陪在身旁安慰着他 面对女孩的好意 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碍于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 怎能再搭上一个逐梦的女孩 所以他拒绝了诺亚的表白 于是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就算只隔着一个街去 连续的雨天也让生意变得没那么好 很多次面包没卖完就得收摊 好在汉末之前 给他介绍的夜总会老板伸出了援手 给麦德安排了一份收音员的差事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汉末和诺亚 虽然对他们两人在一起 这件事并不意外 但诺亚时不时向他投来的目光 还是让他感觉很不自在 所以这晚结束后 麦德就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第二天诺亚临着雨过来问他 为何不做那份工作 他也只能以自己要出摊为借口 听到这个回答诺亚好像有点失望 或许他希望这件事跟自己有一部分原因 最后还是告诉了麦德 自己要回西班牙继续做翻译 只留下一个猝不及防的吻 便匆匆离开 而麦德只能远远看着他的背影 生活已经不允许他追过去 往后的日子里依然在凌晨三点推着那辆车 儿子便是他唯一的生活目标 这天收摊时看到一个路过的玩具商贩 想起上次没有给孩子买礼物留下的遗憾 所以这次顾不上手头的工作 连忙追过去 一番挑选后买了一只蓝色树笛 这次终于不用空手去见孩子了 然而还没来得及 联想儿子收到礼物惊喜的样子 就发现自己的手推车消失了 那一刻麦德大脑一片空白 询问附近的商家却没有人看到过 川流不息的车辆与喇叭声 完全没有给他停歇的机会 本以为回到仓库能看到自己的推车 但其他同行却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卖给他推车的那个人并不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然而现在知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麦德一直找到天黑也没任何发现 最后只能接受命运 但除了这份工作 他想不到其他任何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也只能厚着脸皮找到汉默 希望他可以借自己五千重新买一辆推车 或许是因为诺亚离开 导致麦德没有了利用价值 也或许是因为给他介绍的工作第一天就辞职 让自己和朋友产生误会 这一次汉默没有帮助麦德 他对这个男人的恳求失去耐心 没说上几句话就把麦德赶出屋子 这个男人失去了一切 手中的树敌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 远处朋友的求助打断了他的一筹莫诊 原来是手推车出现了故障 就这样他在前面拉 朋友在后面推 直到两人走到街角 朋友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下 虽然不是自己的车 但麦德还是熟悉的点燃炉火 摆上所有面包 而等了很久也不见朋友出现 这是第一个顾客抵达 麦德像经营自己的推车一样 卖出今天的第一份早餐 影片在这一幕就结束了 是故意把这辆破旧的推车交给麦德保管 也许这就是善良的回报 所谓人生在世 风雨辗转 烟一城 雨一城 我们路过许多陌生 相逢许多聚散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